12小时 欢迎再次观看90000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11月27日 你现在所看到的视频是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紫津园館厅外 聚集抗议的今日的现场视频 我失控了 好不好 你们也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吗 好不好 那老师失控的定义是什么 同学 两方面定义的同学 民族大调 这位前进时候 每个人被冒着发出最后的后生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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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泡沫 前进 冒着敌人的泡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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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稍早请来自北京当地民众 提供的资讯显示 在今日的中午左右 一位女学生突然手挤白纸 站在清华大学紫津园餐厅外 一言不发 随后又有自明女生加入 面对这种情绪 过往的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手挤白纸的行列 甚至在进行的过程中 有人开始高唱国歌 现场高呼 民主法治表达自由 一位现场学生向外透露提到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捕 所以就不敢发生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都会对我们失望 我作为清华的学生 我会后悔一辈 网友开背负之言 33年来我从未如此为清华校友自豪 最后设施学校采取措施阻止此次行动的趋势下期 另外在今日稍晚的时候 清华大学一封公开信被疯狂传播 该信提到 补校清华大学 我们注意到了2022年11月27日 清华大学紫禁园食堂门前同学的默哀聚会 我们向现场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同学们表示 敬意 我们相信同学们是出身以为中国人的责任感而站出来 我们注意到现场的同学们手持白纸而非具体的口号 经在校同学解释 这是因为清华大学 曾于2022年10月16日 以确保学校教学科业安全稳定 杜结各类安全隐患 为由作出规定 禁止校内打印店 印刷未经核验的内容 而同学们以手持白纸的方式 表达对这一规定的反对 我们认为 同学们的反对是完全合理的 健康的公共讨论 必须以自由的表达为权 而学校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安全一半 也是不适当 手持白纸没有观点 可能会被人攻击 批图曲解的立场 因此建议学弟学妹保护好自己 我们注意到 不久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在现场 我们甚至同学们表达观点所面临的风险 因此我们以校友的名义 希望学工老师可以代表学校做出明确的书面承诺 对于参与这一机会的同学 不追究任何责任 在后续的教学研究工作中 也不可以以此为由制造障碍 也要保护参与机会的同学 免受校外一切单位或机关的不合理对待 免受所谓境外势力煽动的指责 我们注意到在严格的风控措施之下 学校私生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作为校友 我们无前替在校私生决定 是否应该改进出管理方式 作为校友 我们仅仅希望学校能够以民主的方式 做出相关决策 以国务院2022年11月11日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 为准不接加码 不接拍脑袋 招令吸盖式的规定 不接通过不接超过通知要求的检测和风控措施 不接包含恐吓意味 简单粗暴危害同学心理健康的工作方式 我们注意到在严格的风控措施之下 学校内后勤以安保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影响 工人们并不直接受贡于学校 因此学校有充足的耳力 一既不必对工人们的安置 补偿和福利问负责 但我们认为 这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在风控措施之下 工人们的权利 比起拥有鞭子的教师和受到照顾的学生 更难以得到保障 我们认为 新华大学应当发起对工人生活的调查 或者引起私针自发调查 并分配一定的资源 用以安置工人 阻止私针与工人接触 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是不迟当的 我们认为 同学们今天自发走到紫金园池塘门口 正是出于对同胞的深深关切 对学校 对社 对国家的责任感 我们相信爱校爱国 不等于时时刻刻维护学校和国家的一切作为 以我的学校国家做的一定对相 真正的爱国爱校 表现为 我要乐同胞之乐 乐同胞之痛 所痛 以及我要让我的学校国家做正确的事 如果学校国家走在不正确的道路上 那么只有真正的责任感 才会驱使人们放弃 抗平而占起 正是因为有这种责任感 人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去奋斗 我们相信这样的责任感可能会以管理者短期的方便相冲突 但只要管理者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心 不将真正爱校爱国的群众视为敌人 这种冲突就一定可以通过管理者提升自身水平 发扬民主风度而获得体面的决结 作为校友 我们相信母校清华大学在这一关键时刻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具体有关此次事件的原因 新疆乌鲁木齐 造成涉事建筑无法被击死 拾救和相关逃生路径被堵死 另外有媒体统计 有关乌鲁木齐火灾所引发的抗议 截止到现在为止 中国有51所大学参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